HELLO 歡迎收看新一集 再錄三個 今天講什麼呢 今天講這個 咦 這樣呢 就是這個 中軍大型12級的更新 我這麼快就有的 當然我已經用了那些加速時間的東西 我還要再放一千元寶下去 我才有的 那你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我不敢的 但是我給大家看看 因為我只有一個工廠 另外那些工廠我都放進去 研究院 其實我有一個項目說升級次序 我覺得研究院都是其中一個比較重要要升級的東西 因為你只有一個研究院 你研究院不用的時候 或者停了的時候就是浪費時間 所以我盡快升了它 然後我可以升更強的冰 因為所有的冰種 都多了一級 我們去一下冰型 即是現在 本身七星 重其冰 滿級 它可以再升了 但沒關係啦 因為我會升 虎斌 因為我會用虎斌 多了格 可以升 虎斌 青狼絲 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醫多一點血 然後芳士 當然芳士 其實有很多 誒 講一下 盾夾兵 盾夾兵 有沒有一塊 應該都是沒得救的了 工兵也是其中一個選擇 很多人會升的 你要有這個研究院才可以升到這些東西 然後就多了很多的建築物 因為我升了十二級 總軍大人 各樣都多一點 對呀 工長應該升了一些 起碼起了一些東西 每個防禦建築物 多了一支 不要說每個角 弓箭塔 盾星爐 還有 方士塔 還有 諸葛神佬 都多了一支 就是這麼多了 各樣的東西都多了一級 但你看到這個 冰井台 我猜吧 是不是台的 那個 不要緊啦 那就是 會大幅降低敵軍 攻速和移速 好 還會有機會冰凍他 造成更高傷害 那就 持續 攻擊數秒後 就會冰凍他了 那看來 應該都是 逐一逐一吐出來 還是像煉肉塔一樣 拉住他呢 我不知道 但很貴 所以我就沒有弄他了 因為我已經收了我收件箱的錢 才可以。收錢時喔 再買錢 然後就.... 就 唯 只會這樣 收了那些東西才夠算 所以現在沒有錢就看到沒有貨錢的 沒有貨錢 沒有貨錢 都去用貨錢了 那 那 嗯 那 那 那... 我不會做的了 亦沒有那麼多元寶去做 那 但是 我再說一落的是什麼呢 那麼... 很多陣營要重新去執行 因為多了重築建築物多了一支東西出來 看看大家如何放置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可能會有很多新的打法會出現 因為以前的打法已經不行了 而且你看到為何這麼奇怪 就是因為 你現在就不是再是40x40 而是44x44 你的陣型是大了很多 所以還是要收拾 我一天後有工匠 有工匠我會先把那些低級的工匠 然後到處製作 我這個設計也不錯 但是 說回升級次序 雖然我已經做了這個 但其實之後的工匠我會做什麼呢 當然是錢莊和糧倉 因為現在的工匠 你最多可以到1800萬 但他有很多工匠都會去到2000萬 甚至以上的工匠 所以如果你沒有工匠 你就升不了 之後我會升什麼呢 當然是 嘩 這麼貴貴 這個帳號我會先升五雷 然後五雷又多了級 五雷又可以到175 嘩 先頭146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如果你記得 8級升9級是由100升到146 那裏多了46 所以那時候是很厲害的 反而現在這裏多了29個秒鐘 這個升幅就沒有8級升9級那麼大的升幅 但是血量好像多了很多 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不應該加這麼多 因為五雷已經有300%生命 很多人有200多的話 那我沒有了 那你就會看到這支藥更加厲害了 已經很厲害了 我覺得五雷不需要升級 他不需要多一級 他都已經夠厲害了 那現在你再這樣加的話 他超多生命 還有傷害都高了很多 因為記得我所有的寶物是加8分比的 你越高他就會越高 那接著我升完電塔 就應該會升電玉塔 因為電玉塔有15%射程 比較好用 那秒鐘也有50 那其實電玉塔 說秒鐘是很無謂的 因為你都不知道他秒鐘是多少 他由低升到他高 但是有20天 要2400萬 這個就要升滿 前倉樑倉才可以做到 我這個中欣營本身都未升滿 那可以升一下他 然後這個可以多多級 多多級就是可以讓你研究這個冰塔 那還有些什麼呢 應該建築物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確實是 諸葛神道也要2400萬才升到 哇加很多血 差不多1000血 960血 秒傷就OK 差不多 36都多了 那全部都變成這個顏色 這個金白的顏色 然後當然升完其他無謂的 那些主要的東西 就升這些無謂的東西 就升龍田 那些我本身都未升滿 但是有一樣奇怪的就是 你不斷升成房 為什麼這個冰營 不是冰營 這個冰營 還有8級 即是你還可以拿到240個冰 你現在的東西越來越多血 你越來越大 你越來越多東西 那是不是應該加多些位置 讓我們可以拿多些冰去打呢 我覺得是的 你有其他東西就這樣加 但是有很多東西都加上防守 當然 現在進攻是比防守更多的 很多人都可以輕易地 三期同樣級數的人 這個有沒有新東西 這個有 這個有 不過沒有新錦浪 可能他遲些就會有新錦浪 應該就是每個級數可以更加多 但我自己本身都未升滿 他就會更加多了 那當然我留最後的一件東西 就是我的 我的冰營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這個其實先頭已經有準備 升了去 六級的了 可以升下級 就拿這個 冰 第七種的寶珠冰 禁衛型的冰 就是這個 玉林衛 八百生命 八百個盾 是挺高的 很高的 他只有五個位置 其實你拿他 和他一隻重拳兵比一下 是挺好的 一星已經多血 因為他還有血 他這個是盾 秒傷當然高過他 對啦 疑速是慢一點點 但我想他攻速比重拳兵更快 他都應該是可以頂一下 是近戰的 然後盾破了的時候 可以變成好型 這次虎斌的照片 怎麼搞錯呀 是不是 跟虎斌的照片一樣 秒傷高了很多 由一百五十升到二百四十 就是多了九十 咦 好多一下 然後生命還有七八 其實他的二速快了很多 我想他攻速也快了很多 我猜 他說大幅提高至新的秒傷與移動速度 可能不升攻速 沒有所謂 那 傷害高了 秒傷很難說 究竟是傷害高了還是打快了 你傷害高了還是打快了都可以提高你的秒傷 走快了幾步 也是挺好用的 還有可以升級 不知道會多到多少 然後 我想我想 這個賬號我就沒有所謂 應該不會用 另外那個賬號 因為那個賬號我想要一些近攻的兵 多一些的兵 去頂一下去打 看來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那個呢 我現在是兩個 這麼榮型都在升級 然後 我們的太平道人 變了 然後 那些狼呢 不是先頭那隻 那麼噁心的狗 現在這些就真的好像很兇 然後 多一些資訊給你 告訴你 先頭是 咦 是不是 沒有 其實這些東西都全部一樣 是告訴你 生兩隻出來 你二星 三星 又三星 又四星 我猜 非常屈肌 然後終於有這個狼魂的一頁 原來他的秒傷是65 生命70 我以前很久很久之前 我計過秒傷是60 還是65 我都忘記了自己計算什麼 總之差不多 現在他講出來的就最好 移動速度是4格 所需空間是10 什麼意思 為什麼會是10 哦 就是被人心心了 就是拿10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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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多一些東西 其實早就要這樣做 是不是 我想 除了他和他有第二頁之外 沒有其他兵需要這件事 大致上就是這樣 但是這些兵 我想我不會升 我最多都是 我公騎兵 本身都沒有升到六星 有段時間 有段時間 我做這些事情 所以呢 今天這一集 先講到這麼多 啊不是 好像是不是 我看過那個帖 有些人說 是不是雕蟹的生命 加多了會血 千代六千多 加七千多 我不肯定 我不知道 下後 下後 就 有一個 就是怎樣 就是 他會打多一個 就好像趙雲那一下 這樣 不過趙雲就一丟進去 就分散了三支 出來就每支扣60% 這個就每一下刀 都可以做30% 打隔壁一樣東西 就好像趙雲那樣 這樣 不過他就每一刀 每一刀就多一個 一個目標 不是多一個 就是每一個刀片 打多一個目標 因為可能他依然真的太差 那 大致上 基本上 都是這樣 等我明天 後日 起碼我拿回兩個工匠 我就 把這件宗物收拾好一會 然後搶些錢 搶些糧 繼續升職 升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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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遲些再見 下集邊 拜拜